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逸晨 这礼拜要带你们来去桃园旅行啦 桃园由于交通便利 再加上有许多热门的景点 所以当然就成为了北台湾 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这次来到桃园有哪些美食可以品尝 又有哪些景点可以去旅游呢 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桃园地区的生活品质 有多好 从近几年来的人口成长数字 总是位居六都之冠 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大量的公共建设 以及重化区的开发 让这里成为北部民众 轻移民的首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桃园园的书星日常吧 你们知道吗 桃园市区近期出现了 全台首座的梯田公园 以及泉陵市森林游乐场 听说它一开放就吸引到超多在地人的目光 成为了假日游客最多人气最旺的公共设施 那究竟它有多好玩 现在带你来去走走吧 老师你好 老师我听说桃园近期 有一个新的公园 然后它非常受到欢迎 所以我今天算是来朝圣了 然后因为我发现 一走进来这里给我的感觉 跟一般公园很不同 我好像来到城市的农场的这种氛围 那像是我们这个公园 已经成立多久了呢 这个公园从去年六月份开幕到现在一年 当时其实这个地方 应该算是都市边缘的一个 算是一个缓冲带 然后也是三不管地带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乱杖缸 所以后来当时 桃园市政府他们有一个 在都市计划的划定之下 这个公园必须要去做一个开发的动作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市政府讨论 怎么样把这个公园能够开发成 跟一般公园有所区隔 是 其实很难想象 如果老师没有说这里以前是乱杖缸的话 可能大家不会发现这里 原来是一个很荒凉的区域 那老师像是因为 这边跟一般的公园有很大的差别 你们在设计上会不会特别困难 对 这其实是 相对来讲是有非常的难度的 那其一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是设计者认为它该是什么样 它就会是什么样 反而是它必须要透过很多的 跟在地居民的讨论 调查 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在台大的图书馆 看到一张这个以前的旧照片 它就是一张梯田的旧照片 那后来在跟这些居民访谈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这边的居民他们其实市居在这边 都是用这块土地在养活世世代代 然后都是在梯田的耕作上面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世代在这边延续 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到 就是说如果是用这个主题性 重复这个文化地景的这个概念的情况之下 有非常多的问题要克服 第一个就是梯田已经被耕了 然后变成乱脏缸的情况之下 那水从哪来 所以这个第一个要能够营运到现在这样一年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的公园 要能够在一年以后它还能够呈现出 当时设计的初始的面貌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梯田的营运水要怎么来 所以当时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跟当地的居民去把水源找回来 迁回来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山坡地的开发 所以山坡地的开发在我们政府的 这些审查的过程当中有相对的难度 所以其实像一般公园可能大家觉得说 公园就是一个景观设计的手法 但是事实上这个基地我们有七个不同的领域专业的技师 共同合作在这个基地上面 包含水的这个规划 然后包含电的规划 包含整个结构跟这个地质的这些调查 整个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一起为这块土地努力 所以这个公园能够呈现出今天这个面貌 其实是很多人的努力 极众人之志也汇聚了专家学者的智慧与心力 让这座全国首创的梯田生态公园 一举拿下公共工程金子奖的特优殊荣 一磅山林的梯田带来水稻的绿意 一群山势的流水引入了舒爽的清凉 还有依然惬意的鸭儿悠悠其中 这座公园真的不一样 难怪很多朋友都说 只要来到现场 保证让你眼睛为之一亮 老师 你现在带我来的这个区域 是我们公园里的哪一个区呢 这区的话是我们在整个公园设计里面的 生态梯田区 是 因为我看到这边是稻田对不对 是 当时富裕这个稻田 我想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吧 是 其实要能够让一个梯田能够营运 其实最重要的来源是水 所以要能够让原来的灌溉水 蓄集到我们的蓄水池里面之后 透过这些饮水道 能够透过地形的方式 一层一层的滋养 这是第一个水源的来源 那第二个我们担心 因为现在极端气候 其实可能在水的这些水资源上面的欠缺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后的这些 梯田的营运管理 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水的这个设计上面 其实也跟水保济师讨论了很多 很久 然后希望能够把大雨下下来的地表的浸流 能够全部收集起来 能够有做丑善的运用 所以刚刚你们走在下面的这一条人形步道 其实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 它其实是一个水箱 所以下面是一个大水箱 所以整个基地所有的水 全部都会续集到那边之后 然后透过一个好的循环系统 让水能够一层一层的滋养这块大地 那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 如果这些自然的水都来不及的情况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们跟桃源市政府有个讨论 就是在下面有一个所谓的地下井 我们做了一个战备井 就是如果都没水的情况之下 才用第三个水源把地下水抽上来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砖探的时候 发现这边的地下水资源非常的丰沛 所以我想这个基地再能够今天呈现出这样子的面貌 是因为这些水的资源在多方的考量之下 全部回到这块基地上面 才能呈现出今天这样子的风貌 是 因为其实来到这边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长辈 然后带着小朋友 好像在跟他们介绍这里的生态 我想看到这样的景象 对于你们设计这个公园的领导人来说 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吧 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设计的时候 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好的这种关系 不会因为社会的发展疏离 然后也希望能够把人重新拉回到这个环境 让人跟环境的距离可以更近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阶段 其实就是已经把我们的设计的一些想法 透过跟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 然后在社区说明会的时候 也让更多的社区居民理解 然后共同参与在设计的过程 那但是在后面呢 其实做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觉得 反正感动就是这个公园已经做完一年了 但是现在一年后所呈现的风貌 跟当时完工的时候相差不远 为什么一个公园可以这样子长久的永续经营 跟维持得这么好 那其实有很多社区居民 他们其实因为认同 然后因为凝聚了这个共识 所以他们今天自主的参与 在这个整个管理维护的作业当中 所以其实这个公园一直长久下来 其实所呈现的风貌 跟我们当时设计的理念差异并不大 从专业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打造出将自然与人融合一体 让人与人乐在其中的 大有梯田生态公园 这不只是成就 更是无限的感动 尤其在正式启用一周年之后 重新审视整座公园 似乎也看见了自己心中的那座桃花园 刚才跟老师走一走 认识这个公园 我发现这里有好多的小动物跟昆虫 尤其是我发现这里的鹅 还有鸭子 它们都很亲人 像是这边的梯田设计好了之后 有哪些改变呢 刚提到就说 它本来是一个荒漠 然后乱脏缸 打草重生 所以当时 这个以前是梯田的时候 想必它一定有很多生物栖息在这边 但是因为肺根之后 然后干枯之后 没有水之后 其实这些动物 大概都离开这个地方了 所以做这个公园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生态监测的过程 然后所以当时 我们在进场的时候 其实这些 能够监测得到的动物 大概只有35种 然后等到后来 我们把这个水梯田完工之后 然后做长期的监测的结果 其实现在已经有115种 动物回来了 对 那其中最有趣的应该是说 我们驾设那个生态监测录影期的时候 发现就是说 像幼环这个地方有 其实最终大宗是松鼠幼环 这些哺乳类动物 但是那个幼环 它其实本来是属于独居性的 然后所以它后来带着它的小朋友 因为这边食物非常的丰富 所以后来在摄影机拍摄到 其实是成群结队 然后是一家一家的回来这边期待 我们的生态团队 他们看到这个影像 他们就觉得说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说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这些痛物 愿意再重新回来 这是其一 其二是很多生物的习性 并非这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情况 对 那在这植物的部分 其实本来当时只剩下荒叶曼草 所以其实后来在我们这些 原生植物的种植 然后包含像碎花木兰 那其实我们都是用台湾当地 原生种的植物 去营造这个生态基地 所以就像刚刚所提到 在自然的生态地 跟都市空间这一条缓冲带 所谓的赤森林带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它其实就是我们都市生态 重新营造最好的这个示范区域 是 我觉得听了很感动 因为原本你们只有想象到 35种的昆虫跟动物会回来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新增到了115种 我觉得就好像是这里的游客一样 就是第一年来的人可能是这些 可是我相信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想你们这边一年之中 应该有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吧 是 像水梯田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公园 它之所以能够经营成功 其实我觉得台湾市政府 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魄力 就是说今天这个的经营 不纯然由工部门出人力出资 然后其实他们做了一个委外的动作 那这个委外其实 这个经营团队就很重要 所以他们在一年四季的这个 跟大地互动的这个游戏的活动 他们就设计得非常精彩 所以像我们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做这个收割的动作 那收割完之后 其实有差样的动作 这一年它会有两座 然后但是在修根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它都会去种一些 快筋类的一些植物 然后能够让这个地利 能够去做一些丰富的一些回转 然后让这个地越来越营养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 设计了非常多的配合就是节庆 配合当时的节令 然后还有这个跟当地的一些活动 对 TTM富裕后 短短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大幅改变了整个环境 对大人来说 这座公园可以让人远离都市的喧嚣 享受自然的芬芳 对小孩而言 这也是一座别无仅有的儿童乐园 这个溜索其实应该是国内目前最大的 大家会以为像这样的规模的东西 可能以往可能只有到付费到 好比说这种建湖三六五十才可以玩得到 那想不到这样的设置 也可以在我们公园里面可以玩到 这也是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吴老师你好 吴老师刚才王老师 有带我来好好的认识了一下 这里的梯田生态 那现在我们来的这一区 又是公园里的哪一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是公园的森林游戏场 也是有别于前面的那个梯田区 我们另外去新创一个 属于全家欢乐的一个游戏场域 是 那老师你当时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我当时的设计理念主要是 第一个我想我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他的现况呢 是跟后面的这一片原始林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现况的环境 那我想来的第一个念头 是想说其实去想象说 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大概也没有什么所谓 现在这样的游戏场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怎么样去打造 在这样的天然里里面去创造一个有趣的游戏空间 然后尽量能够把原来的这个天然里里面的一些好的主要的元素 特别像这些大树们尽可能把它留下来 然后再利用这样的一个地形的变化 然后去创造一些有趣的一些动线跟元素 大概主要的一个刚开始的发想的出发点是这样子 那因为其实来到这里呢 我发现跟一般的公园不太一样 这里的游乐区啊游戏设施 其实是有提供一些比较 可能年长的朋友也可以来体验的 对不对 没有错 以现在台湾的游戏场 大部分大概都是比较是局限在 所谓的叫做2到12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 但是其实一个有趣的公园 我觉得其实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族群的面向 这样能够被关照到啊 除了2到12岁这样的一个族群以外 青壮年的长者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族群 以及稍微再长辈一点点的 像大概六七十岁像那个退休族群的话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都有事情可以做 不会只有看着孩子玩 希望来的话 他们都可以全家产女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发想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做出发 我们就开始想到 因为2到12岁在国内其实比较容易被看到 但是12岁以上 他们其实强调的是更大的这种挑战性跟刺激感 待会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具有一些挑战性的设施 但是比较是属于12岁以上孩子的一个设施 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可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多的意外的发现 除了这样的一个国高中生以外 发现连大人都一起来参与 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可以跟自己的小孩子一起共同参与的一些设施 这是我们的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老师像是我身后的这个游乐设施呢 我觉得它非常有趣 它有点像是我们日本的电视节目 极限体能玩的缩小版对不对 老师这个是你的设计灵感吗 没有错应该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腻了现在的所谓的叫做罐头游具 那其实我们就会去想象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比较是原野的原始感的设计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回想到说 在我们的过去的生活经验里面 比方说像我们男生都有当兵的经验 那部队里面就有所谓的500障碍场 然后就是非常多的一些关卡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前面的这些所谓的蜻蜓点水 或者是这个笠拔山河等等 大概希望说规划到八到九关 然后可以让这些人的话有一些意想不到 就是发现说这些青壮年们 发现说好像找到过去那种当兵的回忆 而且我们也意外发现说 其实包括小朋友也很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新奇的一些发现 而且我还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假日需要排队的游乐设施 没有错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这个溜索其实应该是国内目前最大的 而且其实另外一个重点是 我们的场域因为是无人管理场域 那所以变成是说这个溜索 我们刚开始在研究研发的时候就在思考说 那他们可不可以有所谓的自己的DIY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第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让他们这个溜索滑下去之后 他们可以自己踩脚踏车 把这个缆索给拉回来 等于是透过一种无动力的状态 不用吃电可以拉回来 那因为第一它它的这个坡比也够陡 第二个部分它也够长 第三个的话它还有一些同心协力的动作 那结果也是成为我们这个公园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亮点 大家会以为像这样的规模的东西可能 以往可能只有到付费到 好比说这种建湖三六分才可以玩得到 那想不到这样的设置也可以在我们公园里面可以玩到 这也是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突然非常的羡慕住在这里的朋友 我也好希望家里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公园 因为以往我们都是遛小孩 让小孩放放点所以来到公园 但其实大人也是需要好好的抒压 好好的充充点的 没有错 对那来到这里就可以满足大人跟小朋友的需求了 没有没有错 有时候其实您其实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青壮年其实是主要的经济的负担者 那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在长辈这块的照顾 或者是这个小朋友这块照顾都可以在一个公园满足 无垠当中对我来说也是这种抒压 我不需要特别去想说我的小朋友应该带他哪里去 然后我的长辈们 我的父母亲的话应该带他哪里去 如果有一个公园都可以满足这样的想法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我也是一种压力的放松 你也是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跟重点 别出心裁的全林式森林游戏场 让跨越世代的不同家族成员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挑战的设施 全家人一起来到这里 仿佛也回到了早年农村社会的美好生活 找回了内心深处的单纯与勇气 在桃园有一家超人气的巷弄美食 听说它就隐藏在一处非常低调的民宅里 它没有明显的招牌 也没有华丽的店面 但是听说只要一到假日 就会有长长的排队人潮 不晓得这个美食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现在来去尝尝看吧 大哥你好 大哥 我听说你们是一间老字号的马老店 算很老 算很老 那你们已经经营多久了 基本上从我爸爸我阿公那一个年代就开始 去做这个事业这样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大概七八十年有 那真的很久了耶 对 所以目前算是第三代 对 那大哥你觉得接手这个传统产业 它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年节的产品 所以它的这个淡季跟旺季差距是非常大 那淡季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就够了 旺季的时候可能需要从早上可能五点多 开始就一直做到可能凌晨甚至 甚至有可能会通宵这样 然后也知道说爸爸妈妈这么辛苦 因为我们也没有请外面的员工 都是我们自己家里人一起做 所以年节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一个 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候 是 快接心了 对… 是 所以说其实其他的兄弟姐妹 都是回来一起帮忙这样子 对 年节的时候就会回来一起做 一样我们这一辈 这一代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产品 能够做到家喻户晓 所以慢慢不断地演进 不断地改变一些包装 制作的流程 是 因为其实现在我看起来品项有新增了很多 我一定要来吃吃看你们家马老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卖超过70 非常不简单 老桃园人只要看到大红喜气的包装袋 上头有个大大的老字 一定都会立刻地联想到 这家已经在地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治国老店 因为举凡年节时刻 祭祖送礼 敬谢神明 甚至饭后茶点 这些以松软米果 纯浓麦芽 和香气饱满的花生所制作的古早味 就是让人吃过之后一辈子难忘的好味道 大哥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你们的制造加工区 那像是我听说呢 你们这边还有自己在制作这个果心 其实很多家这个传统的商店 已经很少在自己做这个果心了 当然 因为这个果心不是一般商店可以做得起来的 从我阿公那个年代到现在我爸爸 到现在我们这一代都一直在不断地研究 因为它那个有关系到 使用的米的这个生长期限 还有用的水 还有当时的天气 环境 状况 等等都会影响到它果心的品质 所以制作果心的部分 可以说是整个流程里面算是很困难的步骤 对不对 相当困难的步骤 是相当困难 不是只有很困难 是… 其实像是我刚才有偷看爸爸制作果心的过程 我觉得有一个画面很有趣 就是有两个油锅 旁边放一台机器 你会想说那一台机器可能是大工程 可能很多时间都是用这台机器制作 结果机器在旁边几乎是摆好看的 爸爸从头到尾都在这两个油锅面前 很辛苦地一直制作 对… 因为那个机器就是一开始我们本来想说要… 取代手工吗 取代手工 对 不用像我爸爸这样一直做 做了二三十年 那个会有一些企业病跑出来 包含手肘 然后蘸汁等等 不管我爸爸怎么试 他那个机器 他出来的口感还是会跟用手工做的 还是差异还是蛮大的 是… 可是因为像是我看爸爸在制作的时候 为什么会特别需要用到两个油锅呢 基本上一个是冷油 一个是热油 那冷油的部分呢 就是让油能够吃到我的果心里面 等于是说我要让它慢慢地把它摇醒 但热油就是为了要定型 让它蓬松 里面才会有比较酥脆的一个口感 因为像是我看到你们的制作过程呢 像是制作完果心之后接着就是要煮麦芽 然后果糖 接着就是果粉对不对 那这些步骤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果糖的部分啊 基本上要确认所有的这个果心是有 每一个位置都有沾附到麦芽糖 对 它这样才有办法让我的 像现在在做的是花生的嘛 现在花生粉才有办法吃到这个麦芽糖上面 去包裹整个果心啊 对 那基本上这个也是 目前也是需要人工的部分 是 是妈妈在做麦芽嘛 对… 爸爸做果心接着换妈妈做麦芽的部分 对… 那大哥其实我有发现呢 熬煮麦芽的部分 似乎也没有办法用机器取代 因为麦芽主要就是浸到我们嘴巴里面啊 会不会粘氧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这个麦芽的部分呢 包含麦芽糖跟砂糖 它的配比 还有就是它的温度掌控 主要就是在于 如果我们的这个温度太低啊 那我在果这个麦芽的时候啊 对于我的这个消费者口感 就会比较偏硬 偏脆 那太热呢 又比较… 较凉嘛 所以这个掌控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我妈妈 她会去看粘稠度 然后麦芽的这个温度 是不是需要去稍微做一些稀释调整 对… 这个就是要靠经验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果粉 果粉的部分就是由我弟弟 目前的话由我弟弟在弄 那这个也是都是要确认 每一条就每一个磨绕 它的这个表面都会有被沾布到这样 那才会比较均匀 那才会到所谓的冷却 然后包装这一段 耗费超过七位数成本所添购的机器设备 却因为无法做出代代相传的好品质 最终只能闲置一旁 沦为配角 为了守护七十多年来的风味与口感 手工制作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全家人都要轮番上阵成为主角 而且各有定位 各司其职 让每一颗出品的马老 都可以始终如一地可爱 可人也可口 我发现花生颗粒的它的口感真的很特别 因为你可以咬到它的颗粒感 然后它的花生香是越嚼越香 对… 它的特点主要也是在于 你有主角的那个口感 一开始吃的时候 就是本来就有花生的那个浓郁的香味 那越嚼越久 就是那个香味会… 一直释放出来 对… 哇 大哥 看到满满的马老放在桌上 我觉得有一种好疗愈的感觉 因为它的造型呢 蓬蓬的 然后不同颜色撒上去 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那像是我今天要吃的 算是比较特别的口味 这个是花生颗粒的 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我比较少看到 因为一般比较常见的 都是像是这个花生粉的 是 这个也是近年来才有的一个商品 主要就是在于花生它这种颗粒 第一个是它是圆形的小 第二个是它有花生的这个口感 咬起来的口感 那又不会像一般花生比较大颗 所以老人家也比较不容易入口 所以这种有的老人家也蛮喜欢吃 是 对 它也可以咬主角的那种感觉 对… 那我就先从它开始品尝好了 我觉得女生也会很喜欢吃这个 一口的造型的 因为可以吃得比较秀气一点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 它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酥脆 因为那个声音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我发现花生颗粒的它的口感 真的很特别 因为你可以咬到它的颗粒感 然后它的花生香是越嚼越香 对… 它的特点主要也是在于 您有主角的那个口感 一开始吃的时候 就是本来就有花生的那个浓郁的香味 那越嚼越久 就是那个香味会 一直释放出来 对…充满在口感 对… 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麦芽真的不黏芽 这也就是 比较多消费者会来买的这个原因 对… 对… 这就是这个工夫所在 也算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这个好了 这个就是椰子口味的对不对 那有的消费者就很喜欢椰子的味道 像以前那乖乖那个 乖乖 对…很喜欢吃的 有 我刚才看的时候 我也觉得它有很像乖乖的样子 大型乖乖 很讨喜 对…所以有的消费者 他就很喜欢这个味道 那我们也是我爸那一代 他特地去做这个口味这样 其实我好像很久很久 没有吃到椰子口味的了 现在还蛮少煎的 对… 我来回味一下 香味会比较特殊一点 它会有一种奶香味 对… 它虽然是全素的 但是真的有一点点 好像有奶香的感觉 对… 所以这也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椰子的香味 是因为它有一个清甜清香 它吃起来比较清新 跟花生那个浓郁的感觉不一样 没错 这个年轻人喜欢吗 有的年轻人也满喜欢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乖乖的味道 对 很像乖乖 因为每个口味 每个消费者的喜好不一样 那我们那么多种口味 大家都可以去做挑选 对… 那接下来我再来挑一个我想吃的 杏仁的好了 以前会有加杏仁的这个做法吗 没有 真的吗 这个反而是我们家有限定时间才有 它是限定款 对… 因为第一个是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杏仁片它的成本非常高 它的工序也很多 从杏仁片开始 从它的这个烘烤烘焙 就一个工序了 然后在裹的部分又一个工序 因为它也是一样 它跟这个也是比较难 比较难裹上去 对… 因为它… 接住面积的问题 而且它也比较重 对… 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 有点比较… 糖比较裹的比较厚一点点 可是它一样会有那一个杏仁的这个香味 我来吃看看 它也是非常的酥脆 你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真材实料 因为杏仁裹的很多 一咬下去就立刻有这个杏仁香 完全地散发出来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也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口味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健康养生的意识抬头 所以说我们现在加入的口味 可能也会朝向比较… 可能吃了比较对身体好一点的一些食材 下去制作 是 没错… 那像是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遇到比较有趣的客人 他们的一些回馈让你印象深刻 比较常遇到的都是被客人批評 就是买不到 年节的时候尤其是像最大节日过年 有的客人需要送礼 像年节的时候要嘛就是用预约的 要嘛就是用排队 现场排队 那有的老人家他就是为了就是吃这个 所以可能他已经排队排那么久了 那有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 类似那种每年一定要吃到的东西 一种类似那种毒品之类的 是 很有趣的形容 因为一次就会上了 对 就是会上瘾的这一种 不是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家老店的地点 有点偏僻 外观不够显眼 所以总是跟这些香甜不腻口 松软不黏牙的马老擦身而过 其实只要站在门口观察几分钟 你就会明白这些熟门熟路走进铁门里 毫不犹豫挑好口味 买了立刻转身就走的 绝对是真正的行家和老桃 在桃园有一间蔬食料理餐厅 他们里头提供的马来西亚料理 让许多喜欢吃南洋风味料理的朋友们 都赞不绝口 老板其实是一对热情开朗的好朋友 他们感情好之外再加上志同道合 所以在推广蔬食的道路上 获得了很多朋友们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去尝尝看他们做的美食吧 丸子 你好 你好 丸子 我一走进来就觉得 你们这间餐厅很有亲切感 尤其是你们有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做阿嬷的咖啡屋 你们在这里经营多久了呢 这间店十个月 对 它原店那边七年了 是 所以这边算是分店 对… 你们推广蔬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就是踏入社会以后 一开始是想做咖啡 但咖啡好像没有搭餐 就不是很好做 对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都乳素嘛 所以就一要做就做素食就这样 是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跟季姐一起喝 开一间咖啡厅呢 跟季姐算认识比较久啦 也是有信仰的关系 是 然后你们也都吃素 对… 是 那它有那个马来西亚它那边有开餐厅的经验 它料理方面就很擅长了 它就是店内的大厨 对… 下次我看到你们的菜单上面 除了主要提供的料理是马来西亚风味料理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种类别 是 我们异国料理的话 其实泰式 马来 然后中式的跟一些西洋的都有 对 因为季姐它游历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她就会想说要做道地的意大利面 然后它的意大利的葡萄醋 然后我们引进的都是那一类 地中海饮食这些 只要是人家介绍说对健康有帮助的 我们大部分都会想尝试一下 是 那季节很厉害 因为来到这边的朋友 什么样的料理都可以品尝得到 我听说很多朋友们 吃了你们的马来西亚风味料理之后 都赞不绝口 我今天一定要来品尝看看 好 谢谢 欢迎 非常欢迎 还没有亲口尝到传说中的 美味一国蔬食料理 我已经先注意到 店门口的手工面包以及外带餐盒 这些每天新鲜制作的餐点 已经在顾客的口耳相传下 成为防疫期间最受欢迎的人气商品 之前都从来没有下厨房的 开店过后才开始下厨房 才来开始摸索 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坚持 就是马来西亚就是一定要吃这种口味 但是过后还是要调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想得到的味道 要是煮不出来的时候就很难过 那要怎么办呢 哭了三年了 鸡姐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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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姐 像是我看到桌面上 你放了好多的食材 今天你要做的是什么料理呢 今天要做的是两道料理 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咖喱 然后这边的是沙爹 沙爹 我们吃到的这个素肉串 外面裹的这个沙爹酱 对不对 是 我发现马来西亚的料理 它是不是很注重这个香气呢 香料 用的香料 比如说咖喱 现在是背的是不是说很齐全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咖喱 如果咖喱粉 他们会用差不多十几二十种 所以在台湾 没办法找到那不完整 是 可是我看到你们这里要很多的香料 是我在台湾很少看到的 大概有哪些的香料 是一定需要使用到的呢 基本上香茅一定会用 香茅 对 香茅一定会离不开 这两道都会用到香茅 是 把蓝叶可有可无 但是有那是最好 那咖喱叶呢 有一段时间我咖喱叶缺货 客人就吃得出来 有少了那个香气 咖喱的香气 然后呢 如果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咖喱花 那个是最最最最棒的 这个一定要好好地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咖喱花我在台湾从来没有见过 是 这个是在台湾买得到的吗 买得到我就不晓得 但是是在台湾是找得到 对 我一位朋友他家里有种 所以说有跟他 了解 所以说其实这个食材 它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取得的 是 它的味道呢 我很意外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淡淡的花香 可是我们在吃咖喱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觉得 咖喱里头有花香啊 那像是我现在闻它的味道 跟它煮过之后的味道 会有差别吗 一点点 是 很好奇 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品尝看看 是 那像是在制作这个马来西亚咖喱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需要注重的呢 我在炒那个咖喱酱料的过程呢 需要时间 慢慢下去炒 不能挤 然后咖喱在煮的过程当中 是要注意就是不要放盐巴 要加酱油 大概盐巴一加下去 那个层次感就变成很平 没有那个层次感 它跟做面包 还是做其他料理都是一样 你今天炒完隔一天 那个香味会更香 要放到隔天 对 面包也是一样 你今天煮的是软 隔一天它的那个去好吃 就是这样 所以备料都要在前一天就准备好 对 那像是这个沙爹酱料的部分 是 怎么样才可以做的到底呢 其实沙爹讲起来是没有那么困难 它最需要的就是这几样的香料 据我所了解的就是姜黄 大茴香 小茴香 然后南姜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螺旺子 如果做那个汤汁的时候就是 会有香茅 是 还有这个香茅嘛 对不对 香茅 叫做姜黄 螺旺子 然后椰姜 加椰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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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花生粉 在马来西亚会有 华人的沙爹 马来人的沙爹 所以马来人的沙爹会用花生粉 是 华人的沙爹会比较甜 所以说我做的就是可能是两个中油 混合版 这样大家口味吃得比较习惯就是了 是 所以说听起来马来西亚的这个沙爹酱料 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对 马来人 华人 两人 都会有不同的那个做法 刚开始的时候 在做马来西亚咖喱的时候 很坚持马来西亚的口味 但是会发现到坚持马来西亚的口味 所以就台湾人会吃得不习惯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慢慢调调的 比较适合台湾的口味 是 季节把游历世界各国的经验 会整成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尤其在食材的严选 以及烹调手法的调和运用下 更研发出既能保留原汁原味 却也自成一格的餐饮心潮流 所以才会受到桃园蔬食朋友的 高度肯定 后来刚在客人的多次要求下 展开拓点的计划 季姐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因为刚才厨房里头 就只有你一个人在料理 然后一下子的功夫 就变化出好多样不一样的料理 像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有介绍到的咖喱汤面 对不对 是 我非常好奇它的味道 因为里头加了咖喱花 咖喱 对 其实蛮少见的 所以我一定要品尝看看 而且我发现你们里头 加了好多的蔬菜 感觉分量非常的大 谢谢 汤头很重要 一定要尝上一口 对不对 好 一定要 很重要 我觉得我喝到咖喱花的味道了 它其实会让味道吃起来变得清爽 是 它不像日式的咖喱比较浓稠 但它有个淡淡的香味 再加上汤头喝到后来有点点辣辣的 南洋风就是要一点辣辣的 一定要辣 微微的 微微的辣 所以它会比较开胃一点 是 是 不过当初 为了要调到这样子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有没有花了很多的心思 花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 花了三年 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之前都从来没有下厨房的 开店过后才开始下厨房 才来开始摸索 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坚持 就是马来西亚就是一定要吃这种口味 但是过后还是要调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想得到的味道 要是煮不出来的时候就很难过 那要怎么办呢 哭了三年 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说就是 就是一直摸索一直摸索这样 这就是我觉得季节厉害的地方 因为一般人做料理 他可能有先去跟师傅学习 可是师傅就是你自己本人 因为你自己吃完味道之后 你要自己把这个味道组合还原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困难耶 也是蛮多人给意见 然后你要接受别人的意见 朋友 客人都会给你 这太咸了 太辣了或者是等等 应该要怎么样调整 然后就是慢慢必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意见 然后就是才有办法进步这样 是 吃完了这个南洋风味的料理 我接下来想要来品尝这个 算是义式料理对不对 是 因为它是焗烤炖饭对不对 是 我发现你们的焗烤起司放了好多 它整个看起来金黄色泽 好引人犯罪喔 像是这个应该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吧 是 是 而且那个螺热的酱 这也是自己调 它里面就是螺热跟坚果 不同的坚果在里面这样调整 是 所以里头是没有再加奶油的 酱料没有 酱料没有 我吃吃看 酱料是全素也可以吃 嗯 嗯 我觉得它呢 非常厉害 因为 橘桃的味道当然很浓郁 因为放了好多的起司 但是里头呢 因为加的是坚果 还有另一方面加了好多好多的蔬菜 所以说它完全不会腻耶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 因为酱料是里面有加葡萄醋 所以让我们就是不会腻 对 它完全不会腻 加上我觉得螺热的清香 其实也是它不腻口的关键之一 可是像是这一道呢 我觉得光是用看了就非常厉害 因为光是你们的米饭 就用了比较养生的紫米 然后还有好多的蔬菜 光是蔬菜 随便数一下就有五种耶 所以希望说有五种颜色这样 是 难怪看起来特别丰盛 是 那这个重点的部分就是沙爹串了 是 我吃到了很浓郁的花生香 还有姜的味道 是 然后我觉得呢 你们的酥料好好吃 它就是所谓的碳足迹 认证过的食材吗 对 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跟产麦蛋白的结合 所以说是全素 对 而且它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成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吃了可以不足营养 对对对 是 那季姐像是你们开店到现在已经 七年的时间了 是 可是你说在前三年的时候 过程都是很辛苦的 你是怎么鼓励自己的呢 要把它学会 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学会 因为既然你都决定要开餐厅了 是 是 中间没有任何想要放弃的时候过吗 当然是会有 你就会想 我不要做了 但是说这样不行 就是说有长辈跟我们讲说 这三年当中 不管是你亏还是赢 然后三年四个月 都不可放弃 做到三年四个月的过程 不管是失败也好 你看你的学习 你所得是什么 是 就是学习 自我的成长这样 只能说还好季姐没有放弃 不然很多客人们就吃不到 这么好吃的南洋风味料理了 我要在学习 把厨房当作修行道场的季姐 亲手做出来的餐点 确实别有韵味 那是一种吃到天然 甘甜咸香之后 久久无法忘怀的滋味 也为我的这趟桃园舒心小旅行 留下回味无穷的美好记忆 字幕érence 李宗盛 李宗盛 几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